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吧 非常的舒服 但是它也不是说就特别特别的软 让你刷在身上没有那种死皮和灰尘正在被清洁走 它会让你有一种我被洗干净了 但是又不至于太疼的那种感觉 但是有个小提示 如果你用这个刷毛去刷自己这种 这种腕部的这种比较软的皮肤的话还是会痛的 所以说我比较推荐的呢是用它刷背部 用它刷手指 或者用它刷膝盖等这种相对而言比较糙比较硬的皮肤 第二点呢是因为它上面这个挂钩 因为它这个挂钩的存在 所以说这个刷子呢 你就可以把它收纳在任何一个能够悬挂起来的地方 来保证这个刷头在使用完之后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和条件 让它去晾干 保证它的清洁 这个刷背的刷子我平常是这样子挂在浴室里面进行收纳的 就是把它穿在了一个小杆上 正好它上面那个洞就非常完美地让它挂在了这里 接下来呢是第二样产品 第二样产品呢也是郁味用品 它呢是这边的这个像小刺猬一样的东西 它呢是按摩头皮用的一个梳子 这样子在自己的头上 好好好好 当然不会这么暴力 就是咱们假设啊 这个 这就是你的这个脑袋 然后呢你用这个刷子就这样子按上来 然后揉揉揉 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的这个用途呢主要呢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去进行按摩 按摩呢你可以在洗头发的时候 把洗发膏涂上来之后呢来按 当然同时也可以在干燥的状态下 在干净的头发上面去这样子按呀按呀按 都非常的舒服 它这个头呢是一种软软的 你可以看 按下去之后会 这样子收一下 收一下 收一下 这种感觉呢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按摩的作用 在揉你的头皮 头盖骨 很舒服 然后还有它的第二个作用呢 这也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作用 就是很多女生爱美 然后指甲上面会沾满各种可爱的小的钻石呀 动物呀 或者化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然后呢也会非常的长 那这种长指甲在揉头皮 在洗澡 洗头的时候呢 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一不小心可能就把指甲给弄坏了 那这种时候呢也可以用它 因为它除了按摩以外呢也有一个很好的 去让头皮的这个洗头膏去起泡的效果 所以说用它洗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呢就是第二样 哦对 它也有好处 就是它上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洞洞 可以让它随时随地的悬挂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同时它的这个身上呢有三个小洞洞 它的屁股上呢有一个大洞洞 能够帮助它更好的排水 所以说你把它这样子挂在浴室里面呢 就能够保持它的干净和清洁 头皮按摩器呢也同样挂在同样的一个杆上 然后它上面那个洞正正好 也非常完美地把它穿在了这里 所以说刚才的背部和这个头部的这两种东西 实际上都这样子挂在这根杆上 第三样 第三样开始呢就是打扫卫生用的产品了 那就是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无印良品他们家的产品 这个呢是滚滚用的一个打扫卫生的滚筒 这个滚筒呢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呢就是这样子握在这里 然后去清扫任何你想要去滚毛的衣服 或者说床或者是下面的这个地毯都可以 哇 我的地毯好脏啊 那这个东西它到底好在哪里 它和普通在某宝上或者在其他的 比如说日本的百元店里买到的哪些差别呢 首先呢是它的这个身体非常的牢固 你怎么晃它都不会动 你怎么用力的去滚 它都能够很好的去维持在这个本体上 我之前在某宝上面买过一款比较便宜的这种滚筒 然后真的是把我用到焦躁 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么一用力 它就砰的从它的本体上面就掉了下来 我也不知道设计的人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但是这个是绝对没有这样的烦恼 其次呢是它的这个收纳用的这个盒子 做的非常的好用 它呢可以从左边 也可以从右边 这样子随心所欲的收纳进来 这个的话也是某一些产品做不到的 它可能只能从单方向收纳 然后你想要从另外一方的话 它就进不来 但是无意良品他们家的这一款呢 做到了能够从双方的任何一边去进行收纳 同时呢它也做到一个很好的 一旦你收纳进来之后 它的这个上方呢虽然会晃动 但是绝对不会倒下来 这个也是我在买百元店的产品 遇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我收纳好了之后呢 它这个东西可能会啪啪 就就就就就就这么倒了下来 那这种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心烦 但是无意良品他们家的这款呢 因为上面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凹槽 凹槽 所以它这个本体呢就这样子卡进了凹槽里面 就不会出现那种歪七扭八的倒了下来的现象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原因 那我自己呢是一个百元店的中石粉 自己也用过一些百元店的类似的产品 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去买百元店 或者说去买毛宝上面的一些不知名的 做的比较劣质的产品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好用的话 真的是很焦躁 尤其是这种打扫卫生的日用品 基本上你每一天或者说你一周要用到好多次的话 那么何尝不给自己买一个舒服好用 不会给自己带来压力的产品呢 那这个呢是无印良品他们家的这款产品 在所有我今天介绍的东西里面 如果你让我挑一个我最喜欢的话 那么一定是它 这个是 摸着良心说话 同时附带的呢给大家提一下 无印良品他们家的这个滚筒 也有带里面的这样一个T-shirt 从性价比上来说的话 它的T-shirt并不是非常的合适 价格比较高吧 但是也非常的好用 就是每一层每一层非常好接 然后好接就意味着又是省了一些烦恼 对吧 所以说这个也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但是如果要买的话 我推荐还是先从本体开始买 T-shirt可以先再说吧 这个滚筒的使用呢 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比如说以床为例的话 你就这么简单的 哒哒哒哒一下 就能够把一些床上面的毛发呀 灰尘呀 就给粘得干干净净的 那当然我用床做示范 是因为床箱里面也比较干净 大家不用看大量的头发粘在这个桶上 那如果我退一步用地上的这个 这个地方做示范的话 你就能够看到像这边这个角落一样 非常有效果的样子了 这个呢是滚筒 接下来呢是第四样了吧 第四样呢是这个 这个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 看正面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扫帚 这个小扫帚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款产品 推荐给那些想要去进行一些小范围的打扫 或者说比如说你养了猫 你要去扫猫砂的人 非常推荐这一款产品 因为它呢非常的小 然后你一只手就可以这样子把着它 然后可以去把你的桌面呀 或者说一些台面 包括像猫砂的那些地方的灰尘 给非常精准的扫进来 然后把它给丢掉 那你可能会觉得就这种小型的产品呢 在用的时候没有那种大型的产品 那种范围广方便 但是你不可质疑的是 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出现那种 想要小范围清洁的时候 尤其像桌面台面这种小空间里面 那这种时候像这种小的扫把呢 就非常非常的能够凸显它的优势了 同时呢因为它个头小 所以说也非常好收纳 像在家里我是不用那种大型扫把的 我只用这个小的扫把 去进行一些小范围的清洁 然后用另外一个 下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一种类似于托把的东西 我家里的打扫 只用这两样产品就足足足足够了 我甚至连吸尘器都不需要 那这个的话也是想推荐给大家的 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苗条 所以它非常的好收纳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再来呢是你可以看哈 我这边拿了一个平面 这个扫把是可以 打脸 这个扫把是可以自立在一个平面上 而且就是相对而言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不要再打脸了 OK完美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我想要把它给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 一个小的扫把 说不定能够解决一些你的烦恼 再来呢就是最后的一个 刚才给大家稍微看了一眼 是这样子的一个类似于托把的东西 那它和普通的托把不同的呢 是它的本体上没有任何的布料 所以说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发霉或者长蘑菇的情况 它是这样子一个托把杆 然后再加上这样子一个本体 那它的这个好处呢 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绝对不会发霉 然后第二呢就是它这个身体呢 是可以去调节长短的 短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长的时候拉开 也是够一个正常的一米六七八的人用 再来还有一点呢 是它这个头部的这个地方呢 第一是能够悬挂 也有一个洞能够悬挂 第二呢是它可以这样子转来转去 所以说在你托地过程中 想要去转方向的时候呢 也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么来介绍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首先呢是它这个本体 然后其次呢我自己喜欢用的是 那种一次性的湿纸巾 把一次性的湿纸巾呢 给固定在它的这个本体上 把湿纸巾在地上攀平 然后把这个本体放上来 接着呢就把这个布给扣进它上面的这个洞洞里 就OK了 其实它的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简单 我个人喜欢用长一点的 所以会把这个过程的这样子拉上来 把它给伸长 伸长之后呢把它固定好 就可以这样子正常的去使用了 那就可以这样子推过去 然后呢你看这个手柄这里 它呢是360度可以随便转的 它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拿着它 然后这样子转过来 然后你手握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随便转 这个是我最喜欢它的非常方便的地方 你看这样子S型的随便转 然后你看已经把大量的头发给沾上了 就这样子简单的把整个地板擦一擦 就可以打扫的非常的干净 打扫完了之后呢 这些头发灰尘就会粘在这个布上 那这一步的 打扫完之后呢 这些头发灰尘就会粘在这个布上 那接下来的一步呢也非常的容易 你就把这个布给拽出来 然后把我的本体给挪开 本体因为有布的保护 所以说也基本没有怎么脏 把它给挪开 接着呢用手把这个布和上面粘的灰尘 这么一抓 然后把这个东西扔掉就搞定了 对吧多轻松 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或者上方弹幕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呢是本科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在岛国的猫 除了当一个up主以外呢 也从事留考的教学工作 就是日本留学生考试的教学工作 在B站的频道里面呢 会上传一些跟日本留考 日本学习 日本留学 或者日本生活等等 跟日本相关的视频 如果你对我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来关注我哦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